继续研究LVGL 学习一下编码器、Group、TypeWheel、FreeITOS和外挂Widgets的用法 我现在用的这个屏幕不是触摸屏 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编码器的使用 因为屏幕比较小 为了练习使用更多的空间 我设想用编码器和TypeWheel来配合 把不同功能的空间分散到不同的Type上 就像这样 上面有四个Type 第一个是当前天气 上面可以显示时间、日期、温度湿度和一个温度曲线 第二个Type是天气预报 可以显示今天明天后天的天气 这个小图是可以根据天气状况动态变化的 第三个Type是设备监视 上面显示了一些我自己做的设备的状态 这个处时机还可以设置启动时间和运行时间 第四个Type是系统设置 可以设置屏幕亮度和风明器 因为不是触摸屏 所有的Type切换和功能设置都需要通过编码器来实现 有些操作使用了FreeRTOS的任务机制 我也是刚刚接触LVGL 很多空间都是第一次用 编程的时候主要参考的是LVGL自带的例子 不过尽管有现成的代码 程序编写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 尤其是编码器和TypeWILL空间配合使用的时候问题最多 编码器本身在LVGL中使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使用的时候首先要定义一个输入设备 这个设备的类型一定要设置成编码器 再定义一个编码器设备 先好驱动把编码器注册到输入设备里 再把输入设备的输入连接到编码器的驱动程序 就是这个callback 最后还要创建一个组 把编码器要操作的空间都加到这个组里 最后再把这个组注册到编码器设备上 LVGL就能自动管理编码器的所有旋转和长按短按操作 从而来操作不同的空间 一开始是参考LVGL编码器的例子 稍微简化后运行了一下 可以选择这个tab 然后进入这个tab 在tab里面选不同的空间 于是我也就照猫画虎的写了我自己的程序 因为使用编码器一定要配合组一起用 把需要编码器控制的空间都加到这个组里才能用 LVGL提供了一个LVgroupsetDefault的函数 它缺省就可以把屏幕上所有的空间都加到组里 但是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最好不要用这个setDefault的函数 最好是手动的把需要用的空间加进去 所以我开始也是这么做的 就像这样 把type wheel加到组里 再把这些空间也都加到组里 按理说呢 如果把这个type wheel加到这个组里之后 编码器就应该能够控制这个type wheel这个空间 通过左右旋转就能选择标题 然后点击进入到这个type里面 但是我这么做了之后 发现实际运行的时候 这个type wheel上的标题栏 就是这个四个标题栏 对编码器根本没有反应 如果我旋转编码器 倒是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上切换 而且也可以在type之间切换 就是这样 它跳到第三页 在上面的type上也可以换 然后还可以换到第四页 在这些type上切换 再接着转又能跳回第一页 但是我发现它在有些type 它会跳过去 比如这个天气一暴这个type 它始终不会过来 如果是触摸屏的话 点这个type 它应该能进入到天气一暴这个页面 但是如果用编码器操作 它就不会过来 研究了半天 我最后发现 如果这个type里面 只有图表这一类单向输出的空间 比如这些都是label标签 它不需要我们输入任何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编码器它就不会跳到 这一页上来 因为这一页上没有可以交互的空间 它之所以能跳到第一页 因为我在这一页里面放了一个按钮 但是它放到这个页面外的 所以看不见 它可以聚焦到这个按钮上 从而显示出这个页面 它可以跳到这个设备监视和系统设置 这两个type上 是因为这个type上 它有按钮 还有这些drop down 有这个slide 还有一个按钮在这 因为这些空间是可以做人机交互输入用的 所以编码器可以聚焦在这些空间上 但是像这些只能做输出显示的标签和图表 编码器就不能聚焦到这些空间上 它不能取消在空间上 它也就不会切换这个type 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type是可以工作 它实际上是因为我选择了type上的空间 它为了显示这个空间 自动切换到type上 它并不是像我们通常这种用法 我点击这个type 然后它进入到这个页面上 再选择空间 我又重新运行了一下这个lvdl自带的编码器例子 发现它确实可以选择这个type 然后进入到页面里面 但是我发现它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行为 这个编码器对空间选择 它不是局限在这一个type之内 比如我在这个type里面 选到最后一个空间之后 如果继续旋转编码器 它就自己跳到下一个type里面来 如果继续转 它又会跳回到这个type选择上 这个逻辑好像是非常混乱 不知道它是怎么设计的 研究了好久 终于算是基本上理清了这里面的逻辑 在这个例子里面 这个group创建完之后 它去调用了group set default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缺省的就会把屏幕上 所有的空间都加到这个组里面 编码器在切换空间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组里面 所有的空间都轮流走一遍 它既能选择type view上的不同type 又能选择这个每个type上的空间 我自己写的code 之所以实现不了这个选择type的功能 大概是因为没有用这个group set default的函数 而是我自己一个一个把它加进去的 现在发现只有用了这个group set default之后 才能实现在type view上 通过切换type来转换页面的功能 研究了一番lvjl关于组的函数 发现lvjl提供了像组里加空间 减空间和清空所有空间的功能 如果必须使用group set default 才能实现选择type 那我如果先用这个函数 缺省把所有空间加到组里 然后再把它清空 再把我需要的这个空间加到对应的type里面 这样当前的这个组里面 就没有其他type里面的空间 这样它不就不会跳到其他type里去了吗 它就应该只在当前我选择的这个type里面循环 它不会自动跳到其他type 按照这个思路 我把代码改成了group创建完了之后 先调用这个group set default 然后再把里面所有的空间清空 然后再根据我选择的不同的type 把当前type里面的空间再重新加回来 这样这个group里面 就只有当前我选择的这个type里面的空间 如果没有其他type上的空间 它也就不会自动乱跳了 但是我运行改进后的代码的时候 这个变码器对这个type wheel还是没有反应 我现在转编码器 这个type wheel根本就没有反应 但是如果我用这个例子的程序 它就有反应 比较了一下我的代码和例子代码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的代码里面 调用了这个group remove all object的函数 例子里面没有用这个函数 难道是这个函数的问题 我又改了一下代码 在group set default之后 不用这个remove all object 而是用它提供的group remove object 一个一个的把group里面所有的空间都删除掉 然后再根据当前选择的type 把对应的空间重新加回来 看看这样行不行 这次我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个程序启动之后 这个标题栏上面有一个框 如果我转动编码器的话 这个小红框可以在各个标题之间切换 然后按一下 它就可以切换到这个相应的页面上 我如果在这个页面里面去转动这个旋转编码器 它只会在当前这个页面里面去选择不同的空间 不管我怎么转它都不会跳到其他页面上 我如果想挑到其他页面上的时候 让这个选择框回到这个标题上 点击一下再去切换 再选我需要的 然后可以切换过来 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功能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直接调用这个remove all object 和我用这个remove object 把所有空间删除掉 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呢 为了弄清楚它们的区别 我又做了个实验 用groupgetobjectcount这个函数 统计一下用两种删除办法 删除之后 这个group里面的空间的数量 这比较还真发现了区别 如果是我调用了这个groupremove all object的函数 那么这个group里面剩下的object的数量就是0 就说明它把所有的object都清除掉了 如果我不用groupremove all object去清除group 而是一个一个的去清除 那么清除完了之后 这个group里面它居然还剩下一个 这个清除之前group里面有16个 我这些清除操作应该超过16个 就是说把所有的object都清除掉了 它居然还剩下一个 我现在只知道group里面有一个object 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 但是它肯定应该是和这个typewheel有关 要不然为什么我前面一个一个加进去的时候 它根本就不会聚焦到这个typewheel上 可能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个神秘的object 为了搞清楚这个神秘的object到底是什么 我研究了半天 LVGL typewheel的原代码 不过水平有限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看这个typewheel的文档 突然看到这么一句 the typewheel is built from other widgets 就是说它创建的时候用到了别的object 再往下看还有一句 typewheel container包含了typebuttons 这个buttons用到了LV buttonMatrix 这个神秘的object是不是就是这个buttonsMatrix 就是这四个标题 这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我又研究了一下LV-L typewheel create函数 这里面我虽然没找到createbuttonsMatrix的代码 但是找到了这么一句 LV-L typewheel get typebuttons 就说明它这个typewheel里面 确实有这个buttons 如果我把这个get到的buttons 加到group里面 是不是一切就正常了呢 我现在把这个代码改成这样 在group建立完了之后 不去调用groupsetdefault的函数 首先把这个group里面的所有object都清掉 然后先调用这个typewheel get typebuttons函数 把这个buttons加到这个group里面 然后再根据我选择的type 把相应的object再加进来 看看运行一下是什么情况 如果正常运行了 说明这个神秘的object就是这个buttonsMatrix 程序下载完了 哎 现在我就可以看到这个标题栏上 有一个蓝色的框 这就说明我是可以选择这个typewheel这个object 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逻辑 既不需要用setdefault 又能选择这个typewheel 看来这个神秘的object就是这个buttonsMatrix 我只要把它加进到这个group里面之后 所有逻辑就都正常了 但是这个buttonsMatrix object 它并没有在这个grayguider.h里面声明 这个结构体里面根本找不到这个buttonsMatrix 这时候看文档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 如果文档里头没说那句话 估计我这一辈子也找不出那个神秘的object是什么 在这个项目里面 我还试用了一下这个grayguider提供的模拟时钟和数字时钟 在标准的lvgl里面没有这两个空间 所以这个grayguider产生的代码复制到vscode里面之后 编译的时候会报错 就要把grayguiderextrawidges目录下面的这两个目录 复制到vscode的lvgl的extrawidges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在lvwidges.h里面 把这两个投文件包括进来 这样才能顺利的通过编译 我在这个系统设置这个tab里面用了一个动图 我发现只要我用了这个动图 每次把这个代码拷贝到vscode里面编译的时候 这一句就会报错 它总是在说参数过多 我必须要把这个最后这个参数删除掉才能通过编译 我查了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标准的lvglanimationimagesetsource函数里面 它只有三个参数 但是grayguider自己带的lvglanimationimage这个空间 它里面的这个函数它是四个参数 比标准的lvgl多了一个 因为每次从grayguider里面复制代码到vscode之后 这里面都会暴坐 我都要去改 非常烦 所以我就想干脆我把标准lvgl库里面这个函数 按照grayguider里面的函数改造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grayguider里面animationimagesetsource这个函数 我只要把这一段代码替换掉标准lvgl里面相同的代码 然后把投文件里面的这一行也同样替换一下 然后再去编译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在这个项目里面我还试验了一下 在lvgl中使用多任务编程 因为esp32的adwino架构本身就是建立在freertos上的 使用freertos连include都不用就可以直接对任务编程 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不同的任务里面去完成 程序的结构就变得非常简单清晰 这个loop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现在的这个项目其实还是一个很简单的项目 用到的lvgl空间和功能都非常有限 不过现在算是入门了 掌握了基本方法 以后再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有思路知道怎么解决了 这个第一文章 就是引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